根据卫福部资料统计 台湾近期成民众经常使用中药材 表示中药在人民养生健保的市场当中 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而全国中药从业青年促进协会表示 近期政府严拟减少对中药产业的健保给付 使得二十多年来中药房 以每年平均近三百家左右的速度急剧消失 再加上中药商平均年龄大约都在六十岁左右 各种药材便是炮制技术的传承岌岌可危 因此也希望透过街坊调查 让民众了解中药的重要性 台湾有七成民众有使用中药的习惯 因为政府的不重视 让台湾的中药房越来越少 我们是一群中药从业青年 在中药房工作了很多年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尽快举办中药专记人员考试 保障我们的工作权 也保障人民使用中药的用药安全 一群中药从业青年实际走入人群 调查民众对于中药产业传承议题的意见 105年7到8月在网路店面 以及各大热门景点 向民众进行问卷调查 共完成了一万三千多份的问卷 而日前在淡水捷运站 也获得民众的热烈支持 我觉得中药其实算 传承了几千年 所以应该是蛮重要的 对 它才可以传承那么久 中药房的消失 对我们中华文化是一大的损失的 因为我平常在吃中药 平常在吃中药 我觉得中药跟西药相近比起来 中药是比较温和的 所以中药房消失的话 是对我们是一大的不幸 全国中药从业出境协会表示 问卷统计有九成以上的民众 都表示不希望中药房这个产业 在台湾消失 而他们希望集结全国中药从业青年的力量 透过全民万人联署活动传达中药传承 全民健保的理念 向政府反映出基层民众的心声 让更多人了解中药产业的困境 希望政府能够正视这个产业 也期许中药文化能够在台湾永续留存 记者是段一旦水采访报导